站在基隆港边看着有美丽山海景致的基隆家乡 如何让家乡变得更好 让相亲好朋友通勤工作更方便 成为林佩祥接下来的重要责任 经过激烈的选战 基隆市选民选出现任市议员林佩祥 代表基隆市成为在立法院唯一一席的立法委员 林佩祥强调进入立法院之后 如果有机会最想要进去的是交通委员会 其次是财政委员会 积极为基隆人和基隆市争取权益 落实他竞选时 为通勤族改善交通 以及改善基隆市财政的承诺 佩祥第一个想进入的委员会 当然是交通委员会 过去五年从政生涯里面 佩祥最关心的就是我们通勤族好朋友 而怎么样让我们的通勤族好朋友 能够轻松准时上班 早点安心回家 那国道客运是 国道客运跟台铁 甚至未来决运的规划是重中之重 而这一切都跟交通委员会有关 所以如果有幸可以抽到签的话 我会第一个想进的是交通委员会 第二个其实想进的是财政委员会 因为我常讲说 基隆港的税收应该要 应该要一定的比例回馈给基隆市 那这一个方面 如果真的要去动所谓的财源的话 我不会去动财化法 反而会跟其他的委员来去联合 做出另外一个提案 来去把港口的收入能够大幅度增加 而财政委员会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有关财政部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基隆市很多国有财产局的土地 如何把这些土地活化 让我们基隆市民能够生活得更舒服 让市政府来去建设基隆 把基隆建设更好 我认为财政委员会会是我第二个选项 我认真讲我觉得我一上去之后 虽然我的团队里面也有很多人有国会经验 但是我们一上去之后对于整个立法院的生态 不管是一般的公务体系也好 还是现在我们目前面临的政治生态也好 我们都要一段时间去做磨合 业务不能停 但是如果业务要做得好 结果是满意的 那可能适缓则缘 所以我会认为说我不会那么急着说把我的想法强加在我们基隆市上面 而且就算中央的经费下来之后基隆市如何规划 那我要如何配合我们基隆市基隆人的需求跟中央去做协调 我想我还会再努力地站在第一线前听大家的声音 进入国会除了监督中央政府也要为基隆人发声争取权益 因此要如何兼顾在中央进立委的职责 又要充分回到家乡衔接基隆各区的地方名义 接受问题解决问题呢 林佩翔表示如果市议员特别是党籍议员 愿意利用议员们现有服务处 和他一起成立议员暨立委联合服务处 相信在各方面的服务上都可以做得更圆满 我会实质上的认为基隆跟台北其实没有那么远 只是时间就是要多花一点而已 可是起前也有其他的委员 那比较不会有像这样的问题 那我会认为说如何所谓的基层 在基隆现在已经是变相对模糊的概念 那如何让基层感受到你对基隆的相信是有付出的 你对基隆的市民是有关心的 我认为已经单单纯纯只是听一般的耳语已经实时不够了 所以佩翔在过去几年在议会的时候如何经营的方式 那佩翔也会参考作序的过去相对比较成功 有价值的经验那个运作模式 再把它复制 再把它在立法院在立法委的职位上再做一次 如果我们各位 因为我现在还是市议员 如果我们的党籍同志捐益的话 然后看得起佩翔的话 我会很乐意去跟他们做联合服务处 让我们的服务范围扩大 毕竟来讲基隆不只是要 不是因为基隆国民党要团结 而是基隆如果真的要改变 真的要实质上解决一些问题 市府 议会跟立院 立法委员办公室 三个必须紧密结合 必须各方面的需求 大家会互相了解 所以我会很乐意去跟我们现在的同事 跟未来可能叫前同事的未来的异作们 好好的沟通 好好的做联合服务 林佩翔感谢市民朋友给他机会 更上层楼扩大服务 他一定会尽心尽力 不负所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感谢市民朋友对位置哲学 感谢市民体重瑾 确保 这